全世界上存在不计其数的历史建筑物,这些建筑除了风吹雨打,要让维护人员操心以外,鸟类的破坏也是让人头疼的一个重点,鸟粪对于这些珍贵的建筑物虽然称不上损坏,但是要保持它的清洁是非常难的,美国的杰弗逊纪念堂就是一个被鸟粪污染很严重的地方,但是使用常规清洁剂会破坏历史建筑物。 为此,当地政府找了很多办法驱逐鸟类,最终都收效甚微,让人有点意外的是,北京的故宫好像没受到过类似问题的困扰,故宫的屋顶并非不打扫。 但是打扫的频率可比杰弗逊纪念堂要小多了,近几百年来鸟粪这种污渍更是少之又少,其实这里面有三个原因,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首先是材料,作为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修筑的时候自然选用最上等的琉璃瓦,这种琉璃瓦不存在粗糙滑手的表面,而是非常光滑细腻的亮面,表面光滑,代表鸟类很难在上面落足,在宫里偌大的地盘上,飞久了还不容易找个地歇息,久而久之,鸟类就不愿意往屋子上飞了,转到树木比较多的景山或者厚花园去了。 第二是颜色,故宫的大殿一般采用黄色的琉璃瓦,而墙壁都是红色的,本来用以表达天子威严的红黄色系,正好是鸟类比较害怕的颜色,今天的许多机场都是采用红色来驱逐鸟类,以免干扰飞机起降。 最后就是打扫,明清时期,宫中就有专门负责打扫的部门,每天就负责宫中的清洁。 这个部门的工作包括淡不限于清扫垃圾灰尘,驱赶虫毛鸟兽,擦亮汉白玉栏杆,修剪护理花草等,也正是他们的努力让故宫在当年保持着一尘不染的环境。 迎接穿梭往来的皇室和官员办公,今天的故宫人流量比这里还作为前朝皇宫的时候大得多得多,但是依然能够相对保持整洁,除了设置了足够的垃圾桶,让游客不乱扔垃圾以外,清洁人员的兢兢业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几点不难看出,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早在故宫建设之初,我们的能工巧匠就已经考虑到了。 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家宫殿群,处在北京城市中心,占地大概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差不多15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现在留存下来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制结构的古老建筑群。 在当时的风水学说里,北极星那可是天地星,地上的皇帝跟天地相对应,于是皇宫就叫紫禁城,整个紫禁城于1406年开始动工修建,到1420年完全建成, 总共也就用了15年,这工程规模巨大,据说动用了20万工价。 物资运送的车马有500万呢,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的木料数量那肯定多得很啊。 当下,600多年都过去了,紫禁城不再是皇家的禁地,变成了对普通民众开放的故宫博物院。 我们去游览这些古迹的时候,忍不住感叹先人的巧思和智慧,故宫能够经历岁月的洗礼,一直处理到现在。 这精心挑剪的优质木材发挥了很大作用,那这些木材到底有啥特别厉害的地方,能历经600年都不腐烂呢? 明朝洪武那时候,朱元璋琢磨过迁都这档子事。 可一直没弄成,到了建文年间呢,就爆发了把建文帝推翻的靖南之意。 战后,获胜的燕王朱棣决定把都城迁到燕京,这促使北京从燕京实现了到北京的历史性跨越。 朱棣登上皇位后,为提高北京的地位,把北平府变成了顺天府,还使劲把人口和资源往北京迁移。 他下旨按照南京皇宫的样子,在北京建造皇宫和成员,为了这个,他派出去好多钦差,到各地去购置建筑材料。 听说,这准备工作居然持续了11年,那时候对于木材的挑选特别讲究。 宫殿梁柱所用的木料一定得是优质的松柏,这些木料大多是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跟西南的深山老林里弄来的, 比如说,崇岩殿用的是秦岭的马柏,而宝盒殿用的是八山松柏,运输的路途又远又险,好几十万棵树得经过长长的运输线路,才能被送到京城。 其中最难搞的,就是去深山老林里砍木材,像南木、沙木、桂木这类乡木,大多都长在悬崖峭壁那儿,为了达成天子的指令,老百姓只能豁出命往山里去,听说进去1000人,出来就只剩500人。 死的伤得特别多,这些木材大多是从四川、山西、湖广、江西、浙江、福建还有云贵那些地方来的,为了保证质量和数量,朝廷特意设定了很严格的计量标准,围长在一尺以上的算六等,围长五尺以上的就是神木,另外,在采伐的时候,一根材质美者都不会留下这么大的工程, 让北京城彻底变了个样,故宫的修建花了14年,光是准备工作就占了好多时间,真正开始施工建设才三年半,就这么短短几年,故宫就建起来了,能这么快,是因为当时有好多先进的建筑技术。 故宫的地基运用了古时候的积灰土技术,特别坚固,里边的建筑物大多采用中国独有的损帽结构,不好拆卸,再加上巧妙的斗拱来支撑,故宫就能抵御九级地震,这在当时可都是建筑的秘密呢,朱迪铁了心要建宏伟的故宫,可这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弄到建造故宫要用的好多优质木材,朱迪让各省派官员去负责收集木材。 木材大多是从大兴安岭那些地方的原始森林里来的,朱迪为了运送木材,重新修整了金航大运河,还强行征调了十几万人到山里去砍木材,这些老百姓因为朱迪的故宫梦可遭了大罪,在有蛇有虎的深山老林里拼命干活,还得面对热病,被虫蛇咬这些难题,生命都受到威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浙江产的珍贵金丝楠木在浙江,因为金丝楠木砍伐的风气盛行,使得这种珍贵木材一下子从稀有变得边微了。 为了能把金丝楠木运到北京去,木匠们将其扎成木法。 沿着金航大运河北上,还是逆着水流走的,在运输的时候,好多百姓由于路途艰险,加上过度劳累死掉了,惨得很。 然而让人特别痛心的是,运到北京的这些木材里,有好多根本就没在故宫工程里用,都被朱迪存着给放烂了。 朱迪因为一时想要兴建故宫的宏伟梦想,疯狂地砍树,以至于后来清朝皇帝没法找到跟原来一样好的木材来修故宫,只能用质量不太好的沙木来替代。 建造宏伟宫殿的背后,往往有着难以想象的人生苦楚,故宫能够留存六百多年。 这得归功于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建筑技术,大七,故宫的梁柱都被厚厚地刷了一层,里面是铜油的麻布,外面还涂了白灰泥,这种复合材料能防水还能防虫椅。 工匠做柱子的时候,得反复刷好几道漆,一层晾干了,接着刷下一层,不光是柱子,故宫里那些木制材料的表面都被刷上了厚厚的漆,这漆干了以后特别硬,变成了保护层,能让木材不被风吹着,太阳晒着。 不过,单靠漆可不行,北京气候干燥这一点也起了重要作用,干千年试万年,不干不试就半年。 就这种天然的干燥状况,让故宫历经百年都被保护得好好的,而且琉璃瓦屋顶防水延时得很,故宫建筑材料受潮的几率也就更小了。 当然了,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人,从明清到民国,接着到新中国成立,每个朝代都对故宫加以维修,修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众多资金和人力来实施科学保护,得说啊,要是没有后人精心呵护,就算建筑记忆再好,故宫也没法保存到现在,北京门头沟的汇聚寺留存着辽带的建筑,这比故宫可要早三百年呢。 可以看出,咱国家古代的建筑技术那是相当发达,但是呢,汇聚似破破烂烂的,墙皮都掉了,梁柱也歪了,这跟精心保护着的故宫比起来,差别可大了,不管是在哪个朝代,都会全力护着这座皇宫,不让战火侵袭到它,可以讲,故宫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宝贝,被各方势力保护着,咱们每个人都有传承文化,保护文物的重大责任。 故宫收藏的那些木质构建,不光见证了古代皇权的风光,还汇集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心力和智慧,这可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贝,得咱们惊喜爱护。 不过呢,看着那些辉煌的文物,有人却把保护的责任和义务给忽略掉了,这些年,总有不法分子盗采文物的事儿出现,这让文物保护面临着新的难题。 碰到这些挑战,咱们可不能灰心丧气,更不能往后躲,保护文物得靠全社会一起使劲,咱得把前人的智慧继承下来,把中华传统文化好好发扬,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 每个人都得担起自己那份责任,把这共同的历史责任传下去,在保护文物的时候,咱们得让更多人知晓它的历史价值,像通过科技手段做出好看的文物复制品,对文物进行多样的应用开发,举办文物展览之类的。 这既能满足大家的文化需求,又能增强对文物的保护意识,瞧瞧故宫那宏大的建筑,咱们不光得欣赏它的艺术价值,还得好好感受蕴含在里头的人文情怀,这一直存在的古老遗迹,庆祝了无数匠人的心血与梦想,也目睹了一个接一个朝代的起起落落。 从燕京变成北京,从行再成为皇城根,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靠着自己的双手,挥洒着汗水,书写出了这座城市不平凡的历史,他们目睹过它的辉煌,也经历过它的灾祸,然而,它宛如一个聪慧的长辈,知晓一切,宽容所有,始终充满生机,如今的北京,还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呢,一边保护着历史文化遗产,这座古老的城市,也迈着沉稳的步子,朝着更棒的未来走去。 不管城市怎么变心,北京人对自己这方家乡土地的喜爱一直都没变化,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家园呀。 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笑傲江湖》里赫赫有名的国宝籍文物,西山行旅途,今时今日,却是收藏在台北的故宫里面,没有错,台北也有一个故宫,这个号称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的所在,总共收藏了将近七十万件的国宝文物,从青铜瓷器,书法绘画,到丝绸文具,雕刻印塔,再到档案文献, 甲骨钱币,可谓包罗万象,不翼而足,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毛宫顶,散事盘,这些庶民皆知,如雷贯耳的宝贝皆在其中,可以不客气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 这里的藏品质量甚至超过了北京的故宫,当然,弯弯的就是中国的,有朝一日祖国统一,我们就可以将分散的国宝汇聚在一起,一边领略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一边颂扬祖国强大的精神风貌。 可是,梦想很美好,现实却很讽刺,如今弯弯这熊孩子很不老实,不仅拉着老美频频挑衅祖国,而且上蹿下跳,大搞去中国化,导致台北的文物屡遭劫难,甚至一些已经遭到了损毁,那这笔账,要从何算起呢? 时间倒退回一百年前,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逢不宜发动政变,冲进了紫禁城,赶跑的这位还不到二十岁的殉帝,在当时,皇宫被清,清宫物品被清查,按照民国的条例,开放了御花园,乾清宫等处,提供游客观览。 与此同时,北京博物馆也正式成立,可惜好景不长,六年之后,小日本就打过来了,九一八一经爆发,国民党政府担心日本人进京,把这些国藏的宝贝给抢走。 于是紧急择选了院藏文物的精华,连夜装箱,一路向南转移,1933年初,日军已经过了山海关,上万箱的文物南迁上海,南京博物馆便由此成立,在后来,日本人投降,中国进入了三年内战时期, 国民党军被摧枯拉朽一般的击垮,但当时所有的一线城市还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在一批故宫礼事的记忆下,泽精品运台成了其最后垂死的反抗,直到1965年,台北故宫才兴建完毕,落成揭幕,对外开放,整整半个世纪,故宫文物经历了一段征容岁月。 中华文明的瑰宝,颠沛流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各类文物辗转一路南下,奔驰了大半个中国,历经硝烟,水路交替,从避难的小山洞到台北的博物馆,百万件文物无一件丢失,连损毁的痕迹都寥寥无几。 回顾这段文物长征的岁月,资料上虽然只有仓促的一笔,但是联想当时的背景也可想而知,正是众多爱国志士奔走呼嚎,万千挑夫冒着枪林弹雨,才终于保住了中国民族的文化资源,保住了华夏文明不治断绝,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却也预示了后来在南回转的腐败政局,就在前不久,台北故宫博物院被新闻媒体曝光了在两年内,接连打碎了三件珍贵文物的损毁细节,因为馆内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两只瓷碗,一只瓷盘相继掉落破损,从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到,这些破损的瓷器都是明清时代皇宫中的器物,其珍贵程度可见一般。 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花卉盘,一件名孝宗双龙小碗,还有一件康熙百里黄碗,总共价值约七亿元人民币,价值连成的宝物碎了一地。 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了都会气愤不已,唯独台湾当局却不以为然,其博物院院长还在电视节目中一再推诿,声称只是没注意,一不小心掉下来了,与人为舒适无关,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 惩署结果也只是对员工稍以申戒,记过了事,更为可泣的是,最后一个盘子是在去年五月份整理文物时掉落损毁的,院方却一直下令遮掩。 一直拖到了十月份,才被大陆一方得知,一时间举国哗然,震惊了整个华人世界,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每个人都在为无法挽回的损失,感到痛心疾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 这些文物当年从北京到云南,再从云南到台北,一件都没损坏,唯独到了民进党的手里才破,难道只是偶然意外那么简单,连资深的文物专家都感到诧异? 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说过故宫里的国宝会砸坏,可见这个执政党是多么的粗糙和不专业,的确,事出有因。 绝非偶然,其实早在陈水扁当政期间,岛内就一边叫嚣着去中国画,一边将中国的文物运送到美日等地大肆展览,苏东坡的韩石铁,严真卿的纪制文稿,全被台北故宫借给日本博物馆展出过。 我们的自画类国宝寿命有限,极其金贵,有着严格的展出标准,结果不能被强光照射,变成了可以强光照射,展出时间要缩短,最后一分钟也没缩短,根本就是借艺术交流之名,美日献宝,翠玉白菜闹出过损毁风波。 女师徒也有一事传闻,这些文物自从去了台北,就再也没有回过大陆,2016年蔡英文一上台,台北故宫就公布了永乐瓷器展,但在宣传上却称为东亚工艺美术,故意回避了中国文化一词,这种在卖野田不心疼加上熟点望祖的行为却是令所有的中国人气愤又心寒。